而日本股市昨天正式刷新之前的历史天花板38,915点 今天又再度写下了34年新高 我们请教渣打银行财富管理投资策略部主管刘家豪 日本股市从去年到现在表现在全球当中可以说相当不错 你怎么看日股这波上扬的主要推动成长力道是来自什么地方 尤其日本未来央行政策是不是有机会转向 对日本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益助 请教您看吧 对 首先讲到这个日本股市的一个关注度来讲的话 可能最早会说到2020年的时候 在8月份股城巴菲特那个时候开始入股的五大商社 然后在去年的时候4月份的时候 他也向市场提到说他持续再加满五大商社的一个投资 这才引起市场对于日本股市有这么长时间表现不佳 可是巴菲特开始执行进驻 是不是代表说已经出现了价值面投资的一个机会 那这段时间我们就看到说日本股市开始明显的一个上扬 那当然主要受到的一个比较长线的一个影响 主要是来自于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发现了全球地缘政治结构的改变 那因此在结构性冲突的一个影响 以及这个对于原物料的一个需求来讲的话 看起来会是那个时间点 这个股神巴菲特投资五大上升的原因 那至于进入到了2023年到现在2024年的时候 我们发现另外一个主要的因素 还是来自于说在其他的主要央行 包括了美国包括欧洲英国这些央行维持一个 在升息的过程当中 那日本央行还是维持低利率环境 那所以使得整个一个市场的资金来讲的话 还是带着一个正面的影响 那这个是从资金面的角度来看 那我们觉得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可能大家可以特别关注的是 其实过往几年 日本的一个政府事实上积极地在整顿公司治理 包括了说交叉持股 包括了说不当利益的这些情况来讲的话 那也使得说在法人的持股的部分来讲的话 那这样子的一个投资的信心是明显的增加 那因此我们看到说 从去年开始国外的资金流入日本股市的 这样子的一个流向来讲的话 开始逐渐的一个增加 那到了说今年这个开年以来来讲的话 这个整个动能来讲的话 又更加的一个强劲 那所以我们说我们看到近期对于日本股市的涨幅 已经从这些资源性的类股 像是五大上市的类股 已经扩散到了这个科技型的类股 那大家可能会留意到说 在从这个2月25号雄本的台积电厂开始开幕之后 事实上大家也开始留意到说 在日本的政府全力宣示要发展半导体行业来讲的话 那也会来除了说这个雄本的这个晶片厂 那也计划在北海道打造日本的一个系国 那因此我们知道这个日本在这个半导体的 不管是材料或是设备的地位是全球领先 那以及过往打下的一些这个制造业的基础来讲的话 那因此未来对于在这个科技的发展来讲的话 也不容小觑 那这个可能会是这段时间推升日步很重要的一个观察 就投资长观察 尽管日本去年第四季的GDP表现其实没有太好 那接下来扎打这边是否又会预期说 日本会逐步从通缩走向通膨 所以接下来这个日本经济的走向 您会怎么研判 对其实日本央行来讲的话 我相信投资人很关注的是 一直在一直在讨论有没有可能这个结束 它极度宽松的这个货币政策 然后转向利率的正常化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说日本央行在经历了 今年年初的南丹半岛的这个大地震之后 事实上也会特别留意说 这样子的一个灾 天然的灾害对于经济层面的一个冲击 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觉得投资人可能要关注的是在 准备进入这个春季的时候 在日本举行的这个劳工薪资谈判的活动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春斗的一个 这个这个期间 那是不是能够看到说 像去年在明目的薪资成长率 事实上表现得比长期的趋势更好 那以今年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在日本民间的智库 日本经济研究院 事实上也提到说 他们观察这个调查来讲的话 日本大企业 那有可能在今年的增加的幅度 或许会有3.85% 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那所以如果在这个 接下来这个劳资薪资谈判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 现在日本的通膨已经开始 从这个这个通缩的疑虑 开始有看到一次度的通膨 那除此之外呢 通膨如果带动新智成长 这个正向的循环来讲的话 那或许就会是 接下来日本央行评估 何时退出负利率政策 很重要的一个参考 那这个也是 接下来政策转向一个重要的观察